好,那么,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做善业抵消以前的恶业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人上辈子或者前几辈子都有过一些恶业 包括一些小的杀业,杀鱼,杀鸡等等 然后呢,做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害人 比方说,去讲人家不好,嫉妒人家,挑拨人家,做一些口业 这些都叫恶业 现在呢,学佛之后呢,前天再进步 每天呢,在做些善业 而且呢,天天呢,好像做很多好事 那么很多人经常就问师父说 台长啊,能不能抵消 或者可以不可以让自己获得的过去的恶业呢 能够减轻 啊,那么台长告诉大家 造了恶业 就算你现在造了善业 啊,他还是会报 啊,但是呢 这个报 有报的轻和重的问题 如果你有功德 可能 啊,你就会 真的会 抵消你很多的恶业 但是如果善事 那么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骂人了 上午骂人了 下午呢,又去 啊,对一个人特别好 那么到了晚上了 骂人的人上门来骂还你 然后呢,到了晚上呢 你对他好的那个人呢 他就到你家了 来感恩你 所以这一切 就是告诉你 我们不应该重恶业 因为 就犹如一件白衬衫 你今天有一个黑点了 你总归有黑点 再怎么样 擦洗 黑点总是在 只是淡一点而已 如果你今天没有造恶业 那你 做了很多善事 是不是这件寸衫 越来越白 那么就是说 善业越来越多 那么 再加上学佛修行之后 用心 来做善事 那么就是功德 为什么要做功德 功德因为 已经不是单单的 单纯的善业了 它是一种 善业 到了一种心灵上 存在于帮助别人 解脱自己 解脱别人的一种 愿力 而这些愿力 就会让你 认识因果 你才能 化解自己的恶果 所以 不管你做什么善业 你要知道 最后 不管做什么事情 恶因 造的会有恶报 善因 造的会有善报 只有你彻底的 不造这个恶因了 你才会慢慢的 消除你身上的恶报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大家要认识 叶果 会对人生 什么叫会对人生啊 就智慧的面对人生 所以 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 去相信 菩萨 相信 我们只要 种下福田 一定会有 福报 产生 如果你今天做功德 你一定会有善报 所以要真正的 懂得这些 你才会 慢慢的 彻底的 能够 接受 现实 所以很多人 一辈子 两辈子 三辈子 不能 脱离六道 因为每一辈子 他都做善事 他有善根 但是最后呢 全部 六道轮回当中 再一次 投到有钱人家里 那么再不失 再投胎 再不失 尝尽人间的 苦难 所以一个人 应该怎么样 能够彻底的放下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 要懂什么 真正的懂 就是 我 今天 要懂得 做人 做善事 不是为了自己 不是我在做好事 是因为 我必须要做好事 因为我要做个好人 我今天学佛 因为我要学佛 所以我必须 要像佛的样子 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只有把这个问题 看得非常非常地重 你才会对他 非常非常地认识 非常认识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真的 万般带不去 只有业 只有业随身 所以我们说 佛教 是说 善业和恶业 是不能抵消的 我们学佛 不是消某一个业 而是要懂得 因为你的恶业 会让你下三恶道 因为你做的善事 会让你变得 这个善 三善道 因为你的 等流果 他已经 预知了你 一辈子的善和恶 所以要懂得 一个道理 你如果让恶业 成熟的快 那么你就是 下三恶道 如果你让你善业 成熟的快 那么你就 上三善道 等流果是什么呢 比如你 短命了 身体不好了 烦恼多多了 如果你 修得好 那么这个人 人家说 也好 也不好 这个人 好事也做 但是呢 有时候也不是 完全做好事 那么你就 等流果 如果这样的话呢 你就非常的累 因为你 并不可以抵消 但是呢 可以慢慢的 给你更多的机会 来消除你的业障 第三呢 叫增上果 所以恶业 这个三种果报啊 一个就是 易俗的果报 就是二是等流果 三就是增上果 所以 要看你 你到底花了多大的精力 多大的努力 在善上面 那你可能就获得善报 特别大 你花了多少精力 在恶报上面 恶业上面 你的受苦 就会有 多少 大 所以 我们 懂得了 不能抵消 所以我们就要会 消除业障 我们最重要的 不要去 做那些 恶的事情 不要为自己的 下三恶道 去种下任何的因 今天要骂人了 想一想 我怎么可以这么做 今天要对别人不好了 我怎么可以这么不干净 一切的一切 全部 都要 学得 非常非常的干净 一切的一切 都要懂得 台长前几天 跟你们讲的 随胜 众生 众善奉行 诸恶 莫作 这才是真正的 学会 自己 怎么样来减轻 自己的业报 的方法 所以啊 一个人啊 忏悔是最 重要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忏悔了 并不是完全没有了 忏悔了 也就是说 你洗过了 但是可能还会 有一些 这个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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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面 但是本来 本来说你这个 业业是百分之八十 但是你不停的 忏悔 而且做 很多的善事 可能你的 业业只剩下 百分之三十 你再不停的 做不做坏事的话 你的业业可能 只有百分之十了 那想一想 八十和十 是何等的差距 八十它可以 引起任何的业障 爆发 而十的话 那可能就会消除掉 更快 所以要向大家 说明的一点 就是虽然不能抵消 但是还是 能够做一些 让自己的 善大于恶的话 还是会 消掉很多的 所以人要 常做善事 心要常常的 不要功高我慢 要常常的 爱护 爱护自己的 本性和良心 你才能真正的 脱离六道 好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 给大家说的 白话佛法 就说到这里了 那么谢谢大家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